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杜法摄像本来如是 真是如是 无以明知强凝摄像 很勉强的建立一个名词 叫摄像 真实状况里头 严丝毫的分别执着都没有 然后你就能够看到一切发的真相了 真相是向有提供 我们见不到真相 为什么呢 我们把向有跟提供分作两桩丝球 向是向提示体 不知道这两个是一桩丝球 这是我们没有法子开悟 没有法子懂得佛说的真实 即使我们这种妄想杂念没有了 就是这个四季真的离开了 真的没有了 才晓得体一项作用是一不是二 是一个整体 说体一项用是一个真体 这里面真正的意思 净虚空变伐界是一个真体 你才见到真相 我们男的 不是我你是你啊 他是他了 怎么是一体啊 你跟人家说一体就胡说八道 我没有办法了解 都是把这个假象当作真实 所以这个是佛的大经 深经很难体会 深经一定要用清净心平等经 你才能体会得到 像无量寿经 经题上交给我们修行的三大纲领 清净平等觉 清净 也丝毫然无没有啊 什么东西都可以染无呢 其情无欲 情跟爱是染啊 怎样平等呢 没有分别就平等 也有分别 那怎么会平等呢 那么由此可知 要立妄想 要立执着 才真正能达到清净平等 那个心是觉悟的心 如果不清净不平等 那个心是迷心 不是觉心 我们修佛修什么 修佛就是要觉悟啊 我们修的什么 就是要修清净平等 在不清净里面 修清净 在不平等里面 修平等 清净平等心 现前了 宇宇宙人生的真影响大半 这才见到 我们学佛是学这个 不是学别的 是相如是 没有办法 称呼他了 不得已 给他起个名字 叫石像 建议 主持人生的真影响大半 这个 是 神经病 不取余向 如如不斗 再加修行成就 说老实话 还是这件句话 再加人富有的很多 你如果看看《居四传》 《大藏经》的《居四传》 再加修行成就 不少是大副章者 他自己的生活 还是很简单 很朴素 他有福报 他有财富 他那个财富布施给大众 让社会大众共享 他不自己想 他让大家共享 那个福报越来越大 福报越大 那社会大众想他的福的人越多 他给大众广结发愿 这叫真真有智慧 古今中外 这些例子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 所以佛这两句话 不仅是出家人遵守 在家人要成就 还是这个原则 换一句话说 没有两套标准 标准只有一套 没有两套 这是讲 你要想真地了生死 出三戒 一定要遵守 多谢 十相般若在圆满现前 道变安逸 这个观察 我们刚才讲了 要用智慧 不能用秦始 秦始跟智慧从哪里分别呢 有分别 有念头的就是秦始 没有分别 不动念的就是智慧 诸位群体会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观照要用什么 要用清净心 平等心 清净平等心 观察一切话 就是观照 如果齐心动念 分别执着 那就不是观照 其心动念 分别执着 决定不能了解佛的真实意 宗人 宗人你会说 说的天花乱坠 你会写你的著作等身 全是反复之间 全是轮回心 用轮回心 用反复之间 用反复之间来解释佛法 佛法也变成世界法 就不是佛法 这我们不能不知道 所以佛法要醒 不再说 如果心底真的清净呢 一个妄念都没有了 真的做到清净平等了 给诸位说 一切世间法都是佛法 这哪一法不是佛法呢 都是啊 心不清净 大方广佛华阴经 也不是佛法 诸位 细细去体会 这个意思 你才不至于许错了佛 学佛 学了一辈子 原来学了全是世界法 由此 我们也能体会到 金刚薄弱的重要性 金刚薄弱在今天 对我们真正当头一棒 把我们打醒 不可以再错用了功 那就叫真可惜 可惜我们的光阴 可惜我们的经历 请不吝点赞 订阅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是外面来的 为什么本来具足的摄像般若现在没有了呢 就是因为你有魔剑 你有烦恼 摄像般若像太阳一样 魔剑烦恼像云彩 下雨天云才把太阳遮住 不能现前了 金刚不弱能把这个乌云化解掉 使太阳光明又出现了 叫森摄像 所以这个经典的理论方法 确确实是能够除魔剑 能断烦恼 烦恼吸气重的人 对这个经典所说的理论与方法 应当特别留意 佛事一 这个事实为我们设这部经 我们了解佛设经的根据 那我们可以信得过 道理 道理 方法 境界 我们都可以不怀疑了 所以形体它的目的 无非是建立我们坚定的信心 信为入道之门 我们对它不相信 那就没有法子了 所以事出世界 求修 修道 成功与否 关键的 在老师 你要找到一个好的老师来教导你 这个老师不但是有修有正 他自己要真修 他才有体会 而且要跟自己要有缘 没有缘呢 再好的老师 对你也起不了作用 什么缘呢 你对他很尊敬 这是最重要的缘 因为你尊敬他 他讲的话 你就听 你就照做 如果对这个老师没有恭敬心 老师教导耳边风听不进去 也不照做 那就一点用处都没有 所以跟老师的缘再次提 就是你心目当中最凉目的 最尊敬的 你跟这个人学呢 决定有成就 这个都是这样的 信心重要 信为道运功德目 是华语经上所说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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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宗是宗旨 是修行的纲领 我们对于今天的理论出处明白了 我们信心有了 有了信心之后 你看他为什么不讲解呢 信解行政呢 他为什么不讲解就讲行呢 就说明了啊 心重要 佛法 自私至宗啊 着重在心 你要真去干嘛 纵然不解 你肯行 你能成功 解的再透彻 你不肯干 还是等于零 它是不能成功 所以在前面总纲灵里面 他不讲解 他讲行 道理在此地 而在事实上 我们也能够观察到 自古至今 有很多没有听过经 没有读过经 完全不解 老师叫他念一句阿弥陀佛 他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 真的 他证得 私意心不乱 理意心不乱 往生的时候 站着走的 坐着走的 欲知实至 他也不生病 很多很多 证明啊 心比解重要 解是为什么人说的呢 为那个信心不坚固的人说的 半信半疑 这给你详细讲解 建立信心 真的完全相信了 懂不懂不要紧啊 念到心清静了 自然就懂了 自然就开悟了嘛 何必要费那么多 何必要费那么多口舌呢 那么由此可知 世尊四十九年讲经说法 为那些人呢 就是为那些信心不坚固的 慈悲到了基础啊 上知之人 特别聪明智慧的 佛一说他就懂了 不要讲废话 他就明了了 就开悟了 这种人好多啊 第二下雨 他不需要懂 讲那么多 我不懂啊 我不想听啊 我老师念就好了 他也成功了 这两种人好多 最难的当中半吊子 说上不上 说下不下了 所以佛为这些人啊 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我们就是当中这一届的 不是最上的 也不是最下的 最上最下都不来听经啊 他们功夫正得利 他不来 凡是来听经 都是当中的 这一届人啊 最难度的 这就说明 他为什么不用节 他有民宗 讲休息 中的修业 中的修业 修是修真 是修理 主要明了这个字的意思 换句话说 我们有了错误 才要修真 才要修理 什么地方错误呢 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错了 想法错了 说法错了 做法错了 惹出许许多多的麻烦 这个麻烦就是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是从错误当中产生的 产生的假象都不是真实的 笑虽然是假的 我们受苦可不假 就好像晚上睡觉做梦 我们知道做梦是假的 但是你在梦里面呢 受苦受落 那个不假了 你做个窝 做个窝 下了一身冷汗 那个不假了 梦是假的 那个下一身冷汗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在六道里的受苦是真的 因此修正就有必要了 修行行是行为 行为包括刚才所说的 间接思想是心理的行为 我们讲一页 心理行为 口是言语 身是造作 身口意 三页的行为 错误了把它修正过来 这个叫做修行 那么由此可知 修行在哪里修 要在起心动念的时候 一个念头起了 马上就要醒察 我这个念头 是是 是非 是善 是我 念得很清楚 是我的不善的 马上就熄掉了 最从起心动念初 修正自己的行为 这个叫修行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修行一定要剃头发 一定要吃长斋 一定每天敲墨鱼念经 那才叫修行 那是修行的样子 表演给人看的 真正修行在起心动念之处 我们先去顺利 是 我来说 读经文法 必以儒书修行为主 经要读得熟 为什么要熟读呢 师尊在经典讲的一些道理 方法我们牢牢记住 时时刻刻 不忘记 这是我们修行的标准 我们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想想跟佛在经上讲的 相应不相应 跟佛讲的一样 我们很欢喜 我们的知见 皆行正确 如果我们的想法看法 跟佛经上讲的不一样 你要记住 我们错了 佛没错 佛教给我们 要生清净心 要生平等心 要生慈悲心 有人说 不行啦 这什么事都不能办啦 那到底是你错了 还是佛错了 什么事都不能办 那不是佛错了 说实在话 佛没错 你错 你今天认为 你今天认为 办自己 要狠心 要拉手 你的事情能办成功 殊不知 佛办事情比你高明多了 你今天办事 你今天办事办成功了 你的属下对你 很怕你啊 心里并不服啊 佛菩萨办事 叫人心服口服 甘心情愿替他做 岂不比你高明多了 你哪里比得上佛啊 这个本经 虚无敌尊者说过 神结义去 你对于佛的经典 结的钱不行 要神结 神结之后啊 你才晓得 如何运用在生活上 如何用在你的工作上 用在厨师待人借物 那才是高明 高人一等了 一定要身结义去 儒教修行 所以佛法是修行为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修学为以护心心为主 成家所讲的 明心尽心 修行以什么为主呢 以明心尽心为主 这个非常重要 但是你要明心尽心 你一定要修清净心 禅家是用禅定的方法 使心恢复到清净 到相当深度的禅定 这才能开悟 灵言经上说得很好 静净光通大 这个心静 静到极处 就放光明 那个心气作用 无所不止 你的信德完全恢复了 禅宗将说 大彻大悟 明心皆信 这是我们修学 主要的目的 心静 心性 激怒了 不但智慧透出来了 给主说 福报也先情 福报虽然先情 佛菩萨不受 像释迦牟尼佛一样 成佛 佛的佛报圆满的 他不享受 他每一天还出去脱泊 还出去当他的苦行僧 不受 这个不受是大慈大悲 做一个修行的榜样 给大家看 要这样 才能够 明心皆信 才能够达到究竟圆满 如果诸佛菩萨在国地上 佛报现前 他都享受了 他是可以享受 不能教化众生 众生一看 佛菩萨 你看你们都享福 你叫我们修苦行 谁相信呢 都不相信了吧 佛叫我们修苦行 他要先修苦行 给我们做个样子 我们才会心服口服 我们吃苦 以为真的吃苦 那佛修苦行 佛苦不苦呢 没有 为什么呢 佛的心清净 佛的心平等 还有苦 不清净了 不平等了 所以佛在苦中没有苦受 佛在乐中没有乐受 他的心永远是平等的 永远是清净的 不像我们凡复行 真的有苦有乐 他没有 那才叫真乐 所以这个利苦得乐 这个苦里面包含我们所讲的苦与乐 乐还是苦 苦乐两边都离开了 那叫真乐 所以利苦得乐的乐 不是苦乐之乐 苦乐的乐还是苦 还是有问题的 谢谢大家 此 佛家自称宗教也 所以我们佛门自己称宗教 诸位一定要晓得 跟社会上一般人讲的宗教意思完全不相同 佛家讲的宗是禅宗 佛家讲的教禅宗以外 那个派别都叫做教 在中国总共有十个宗派 除了禅宗之外 其余九个宗派都叫做教相 所以佛家称宗教是这个意思 跟社会上一般讲宗教的意思完全不一样 这是我们学佛必须要辨别清楚的 现在学佛很难有成就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是佛教变成宗教 而以宗教徒的 对于宗教的狂热这种心情来学佛呢 佛是变成宗教 宗教当中啊 如果你心很清静很善良 来生的果报是人天福报 换一句话说 佛法里面真正修学的目的 与你毫不相干了 你的路全都错了 你把它当作宗教来看待了 当作宗教来修学了 这就错了 不但禅宗是以物心性为主 教下也是这个目的 只是方法手段不相同 方向目标决定是一致 净土宗念佛求生净土 还是这个方向 还是这个目标 古德说得很清楚 很明显 但得见弥陀 何愁不开悟 我们业障重 烦恼习气重 参禅不开悟 严教也不能开悟 这才没有法子 老师念佛求生净土 见到阿弥陀佛了 就开悟了 阿弥陀佛了不起 他有大智慧 有巧妙的方法 我们跟他学很容易开悟 这就是修净土 社在家 就是社方一切诸佛菩萨 为我们介绍一个最高明的老师 你去找他 准没错 是这么个道理 同时呢 深道西方净土 涌土轮回 不再搞这个生死 聊生死 拓轮回 一往生西方 这个目的就达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叹 梦工的电视 就是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修无相之谈 为本经之奏 智者大师解释《金刚经》 都是取《金刚经》的经文 经义来作为纲领的为我们介绍 修行的方法 以实相的智慧 真实智慧 修无相之谈 谈是不实 什么叫无相之谈呢 不着相 不着相就是真实的智慧 不实完了之后 心里面痕迹都不落 这个才叫无相之谈 不像现在人 现在人修个布施 名字都要刻上去 永远不要忘记 建造成 它布是一个柱子 那个柱子要写上某某人布均现的着相 所以要记住 要立相布施 那才是智慧 着相的布施是感情 情识 念念不忘 我做了多少好事 我做了多少功德了 其实你要把金刚经缠透了 你就了解 那全都错了 所得的果报很小 三界之内有漏的佛报而已 如果是无相的布施 那个佛德不可称量 纵然修小福 得大佛德 为什么会发大佛德呢 随他这个新量 净虚空编发金 那个佛报多大呢 诸相的佛有界限 所以你修大佛报 得的是小佛 得的是小佛 如果能够立一切相 小佛得的是大佛 修小得大佛 这是世尊在本经里面说的很多 也说得很详细 这个是本经修行的宗旨 就是修行的纲领 我认识的并不是有过一种 有种人的故事 我认为佛的佛德 也不是有过一种 有种人的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年六祖慧能大使 听任和尚讲金刚经 讲到应无所助而生其心 他就明了了 我们俗话讲他开悟了 这业务就一切都了 所以底下的金不要讲 完全通达 不但金刚经通达了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金都通达了 不但佛法通达了 世间一切法也通达了 没有一样不通达 这个才叫做大扯大武 明显见显 于是后人就认为金刚经就是这两句话最重要了 其实不然 主要知道 过人的机缘不一样 六祖慧能在这两句开悟了 我们在这两句依旧没有开悟 其实 金刚经上每一字每一句都能叫人彻底救 各个人的机缘不相同 但是无助身心也的确是金刚经很重要的修学纲理 这个倒不是假的 无助就是不知主 一切法都不知主 世间法出世间法 空由二边通通不知主 会能大使的更新 实在讲 就与常人不相同 他出街无足的时候 无足问他 你来想求什么 你到佛门里面来拜佛 你想求什么 他求的跟我们求的就不一样 你们诸位每天来烧香拜佛求什么 求法才 求圣观 求保佑健康 长寿 保平安 求这些 他不一样啊 他大夫都说 他是来做佛的 你看看这个口气 了不起 他到佛门里头来的时候 是要来做佛的 我还没有看到第二个 这个入佛门来拜佛 他是想来做佛的 还没听说过来 所以我多无量寿经 我对于法藏比丘 我佩服的五体头地 他比六祖高明 六祖只说做佛 你看法藏在这个世间自在王佛面前 佛问他 他不但要做佛 而且要超过祝福 六祖说他做佛 还没有感受超过祝福 这阿弥陀佛在因地不同凡响 他要做佛 他要做佛超过祝福 看这个人的心愿不一样 你看他改正神秀法师的那首祭祀 与金刚经修行的方法就相应 沈云秀要实施情佛师的 他老人说本来无有 无助就是本来无有 你看那个心多干净 观 这个关门行门 这个两句我们要很清楚 很明白地认识它 观就是你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想法 这叫关门 你是怎么个看法 怎么个想法 行门呢 就是生活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 换句话说 你是怎样过日子 你怎样生活 那叫行门 反复的生活 过的是苦海里面的生活 诸佛菩萨的生活 是过的圆满智慧的生活 这叫行门 我们如何要脱离苦海 过佛菩萨 高度智慧的生活 这叫行门 关门行门 修学的精华 修学的刚临都在这一部经当中 而这一部经 越往后面去越精彩 越往后面去越明显 前面所讲的半吞半吐 后面的完全说出来了 这金刚经的味道很浓啊 换一句话说 金刚经也很难讲 要把后面一次说出来了 忽然现在听起来好听 到后头没得讲了 所以我们也必须在前半部 也是办案办明 透一点消息 到后面才有多讲了 否则我们到后头没得讲了 不过我们后面重要的意思 在前面还是要提出来讲 什么原因呢 我们到场听众 不是学校学生上空 由今天来了 后面呢 他没有机会来听 要听不到精彩的东西 岂不可惜吗 岂不是辜负他们吗 这个是 现场顾全到现场 同学们当下的利益 我们也就顾不了许多了 所以由先来后到底 由现在能够听 后面呢 可能没有机会来 有的人前面听不到 后面才来 这种现象 在佛门讲究是非常普遍 必须通通能够顾及到 所以这是 关门给行门 很厉害 很厉害 大志读论云 剥弱要止 在立一切法 进一切法 立一切法 是无助 集一切法 是身心 这个身心 跟无助 是一 不是二 我们把它看成两个 那就又看错了 无助跟身心 是一桩四心 是同时 没有先后 没有次第 身心就是无助 无助就是身心 身什么心呢 身自度度他之心 所以身心呢 决定不能止住 决定不能住 住不得 一住就错了 一住就迷了 这个住简单讲 就是着相 止住 一有执着 就错 一有执着 心就不清净 心里头 有义无了 不是能大师 所讲的 本来无义无 那你有了义无 有义无就错了 所以无助跟身心 是一桩四心 明白这个原理 然后你就能够体会到 空有是一桩四心 争望是一桩四心 善无是一桩四心 是非是一桩四心 人物是一桩四心 情与无情 同缘 中至 静虚空变法界 是一个整体 是一个字体 你要能够领悟到这一层 歧入到这个境界 那就恭喜你 你正在清净法身了 你不是凡夫 你已经是法身大死了 那么师尊 讲经说法 真正的目的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 歧入这个境界 振得这个境界 感谢观看 经允与利益一切住相 责命祝福 我们寻人这一段 作为民宗的总结 师尊在本经里面告诉我们 利益一切相 就叫做祝福 这个地方讲的 这个地方讲的祝福 是讲 从初祝菩萨 一直到就近佛国 总共四十二个位次 祝福是指这些 而不是像一般的意思 指许许多多的佛 不是这个意思 它是讲这个 分正位 那么由此可知 分正位的菩萨 那不是假的 我们在大臣经典里面 见到 像楠言经上 铺门评里面所说的 应以佛身而得度者 即信佛身而为说法 什么人能信佛身呢 原叫初祝菩萨 别叫初地菩萨 从这个以上 都能够随心应量 令人经上讲的 随众生心应所知量 都有能力 使心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佛的身份 出现在世间 教化众生 所以称之为祝福 那么要想证得这个地位 这个地位在华言经上 就是所讲的 四十一位法身大四 从世诸 实行 实回向 实地 等觉 这个四十一个位 称之为法身大四 金刚经家的祝福 那么要想证得法身 就大家都知道 必须要破一品无名 如何能破一品无名呢 世尊在这里教给我们 离一切住相 你才有能力 破无名 真正 正发生 如果你 你着相就不行了 着相修行 修得再好 也不能见心 修得很好 能出三界 不能见心 如果修得不好 三界都出不了 这个要知道 粗相不能执着 粗相是像 世出世间都有很粗显的形象 像经上讲的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这四相就涵盖了 世出世间一切主相 统统都包括了 我们今天讲的动物 植物 矿物 乃至于大自然种种现象 总离不开这个四相 微统统的四相 很难离啊 难在哪里呢 难在自己还没有发现 你就知道这个事情不容易 离呢 一定要从粗血的地方离 比如最粗的 明文立阳 这个是很粗的一下 明文立阳要不能写七 决定不能出三界 这个大家必须要想的 明文立阳不能够立掉啊 我们念佛就不能往生 可见得 这些对于修行人 是大害 大障碍 五欲六成 五欲十 才四明十岁 六成就是六根 借出的对象 四身相畏粗发 这个都讲得很粗啊 经上叫我们不住 叫我们离 都是不执着的意思 要从内心里面 对于这个一切法 不执着 决定不能把它放在心上 这就对了 这样才能够断烦恼 粗的烦恼 就是见思烦恼 贪嗔痴慢疑 不见 这是粗的烦恼 细的烦恼 就是无名 才有能力破一片无名 那么我们晓得 破不明 是要很深的定功 假如这一切相还执着 还不能放下 诸位想想 那个定怎么能成就 必须一切都不执着了 这个才能得定 定功升了 才能破不明 真发身 那就是入祝福的行列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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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般若里面讲的,这就是实相般若 实相般若就是真如本性 就是自信清净心 那么离一切相,修一切善 这个是从四上讲的 摄像般若是从体上讲的 四上也可以说是从作用上讲的 有体,当然有用 自受用就是自己的日常生活 他受用帮助一切众生觉悟 这个叫他受用 无论是自受用,无论是他受用 都叫做观照般若 若不能够离一向修山 纵然是修观照 里面没有般若 主要记住,般若就是离一切相 你懂得离一切相 那你就有智慧了 为什么呢? 能力一切相,修一切善 他的心永远清净 他的心不会被外境所污染 这是智慧啊 世间有不少人 修一切善 他不知道理想 修的善很多 心不清净 心里面还有妄想 还有分别 还有执着 心不清净 没有般若 纵然是有观照而没有般若 像这些地方 我们不能不清净 不清净啊 在修行用功的时候 往往就把佛的教训错毁了 误会了 到自己修行没有成就 没有结果 反而埋怨 佛菩萨跟我们讲的话不灵 我们上当了 被佛菩萨骗了 其实佛菩萨讲得很清楚啊 你自己没搞清楚啊 你误会了啊 还得怨天有人 罪以上加罪 那个过失就太大了 所以就观照跟佛若的意思 要清清楚楚 明明白本 佛若是父母 一切法从佛若身啊 我们不能离开 我们不能离开 所以前面曾经跟大家报告 我们学佛 尤其是学金刚佛若 目的活在呢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生活在圆满智慧之中 这就是金刚佛若 我们真的得到收用了 真的得到好处了 在这个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都是理想修认 穿衣吃饭都不例外啊 穿衣有穿衣的样子 吃饭有吃饭的样子 规规矩矩矩 如理如法 这就是善法 这就是智慧 你肯住 肯坚持高度的智慧 无论有人看见或者没有人看见 绝不改变样子 这叫做观照 观照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除世代人觉悟 应观照功夫得烈 这才能够珍入设想 这是修行里面的总纲灵 总原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福音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决心 但以妄想 执着所障 不能震抖 这个话 是世尊在《华言经》出信评里面所说的 我们仔细去看这句话 福音一切众生 福音一切众生 人也是圆满的 如来的提相 也是圆满的 我们常讲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 我们相本来是这样 现在长得丑丑的 三十二相一个好相也没有了 什么原因呢 这个是世间看相的人会讲 我们也能常听到过 相随心转 心丑啊 相就丑陋啊 心善啊 相就很善啊 心美啊 相就很美啊 就这么个道理嘛 相随心转嘛 所以你要修好心啊 要修善心啊 你的相貌 人家一看 既善良 又端庄 所以佛菩萨的相貌 为什么那么圆满呢 心善 心好啊 就是这个道理 本来我们过过都是像佛菩萨那样的 像好光明啊 为什么今天变得这个样子 但以妄想之处所障 当时障碍 把我们本具如来智慧缺心障碍住了 所以变成这个样子 每一个人的相貌不相同 六道众生相貌不相同 就是因为他的仗有浅身不一样 仗得深的 那个相貌就比较上难看了 仗得浅的呢 就比较上要显得好像了 比如说我们人的相貌不如天人 天人的相貌比我们圆满 但是出生的相貌呢 决定不能跟人比 墨鬼像的那个相貌的时候 比出生还要差 如果诸位仔细去留意 观察一下 现代人一般的相貌比不上古人 五十后人 你看那个相貌圆满 你看看唐人 宋人那个画像 那个画像是写真的 是照真人画的 比我们现在的人相貌圆满太多了 什么原因呢 他们那个时候人一心比我们善良 比我们淳朴 我们现在这个头脑里头 平常所想的都是些奇奇怪怪的 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呢 被诱惑的 那个电视里头奇奇怪怪的 妖魔鬼怪 这两年呢 很流行啊 这个襯衫上印画 我在美国看他们这个印的 前后印的 妖魔鬼怪呀 哎呀 看到这寒毛之树啊 毛骨悚然哪 不是好现象 不少 你看看 那个什么小朋友打了个电动玩具啊 你看里面画的那个人 那是妖怪的现象 那个不是人像啊 从小让小孩接触的这些 将来他们那一代的相貌啊 不如我们这一代 我们不能不知道啊 要加以防范的 要加以避免 所以我回到台湾 他们有些做印花的 印的这个衬衫 我们就提倡印妮头弟子 今天讲《金刚经》 后面就印 一切以为法 如梦幻泡影 我们宣扬正法嘛 穿衣服也是叫人觉悟啊 我们很想啊 来提倡 希望呢大量的来做 大概价钱也不贵 我带来的几件是他们送给我的 我们讲什么经讲什么法门 就印哪些这个经经好的句子 我们也来开社会的风气嘛 也来引导他们嘛 那么小的障碍在哪里 妄想就是分别 也就是二障里面的俗指障 执着呢就是烦恼障 烦恼障从哪里来的 从执着来的 因此不能震头 不能像诸佛如来古地上一样 那 走 那 走 那 走 七心论 一不打一法戒五 不觉念其二有无名 七心论是马明菩萨的著作 叫大臣七心论 那么由此可知 这是大臣入门的教材 大臣入门的教材 大臣就有相当高的深度 它不是小臣入门 它是大臣入门 因此跟金刚经所讲的这个境界 是相同的 金刚精神要破思想 标准是要破思想 七心论上教给我们的 也是这样的境界 马明菩萨教给我们 读经文法 要立言说相 立名字相 立心源相 岂不是跟金刚经上所讲的 立一切住相 修一切善法 不是一个意思 所以它是同样的境界 在此地 我们采取它这个一句论文 一不达一发结果 倒是同达 这是讲的一切众生 不能够通达 十相 是一发结 词地讲的一发结 就是本经讲的十相 就是一发结 一发结 就是十相 不达 华言经上称 一阵发结 发结的确是一阵 发生大四 所见的 所证得的 就是发结 一阵 而不是十发结 迷的时候又是发结 无聊时候是一阵发结 那么由此可知 十发结是假的 不是真的 是迷了以后 产生的幻觉 假象 实际上真相呢 真相是一阵发结 十一发结 因为不明了 不通达了 发结是一阵了 不觉念其而有无病 无病从哪里来的 无病从这来的 马民菩萨所说的 世尊在那一年会上 对傅诺纳尊者所说的 与马民菩萨的 这个讲法的时候 很相似 世尊说 知尊立志是无明本 无明的根本说 是知尊立志 知尊就是 世相不容 法华经上讲的 佛知佛见 你从佛知佛见里面 再尽立一个知 去戳 所以说 头上安头 那是无明 跟这个地方的意思 很接近 不达就是不救 无明结妄想之处 无明是妄想执着的根源 如果你要问 妄想执着从哪里来的 从无明来的 那么由此可知 妄想执着断掉了 无明就没有了 自信就开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破障断户 所以 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 本经教学的对象 是发大臣心证 是发无上臣心证 这是金刚经教学的对象 如果你真的是发这样的心呢 这个金刚经对你就非常有用处 满足你的大愿 帮助你 引导你 正如大臣 这个大臣是发身菩萨的地位 那么这个金真爹 有这个能力吗 真的 一点都不讲 只要你把经意 明白了 搞清楚了 一教风行 你就不难得到啊 所以 经上跟我们讲的道理 讲的方法 都是从根本上 破障断户 而不是一般大小沉津的 那个叫你断反倒 枝枝叶叶 枝叶叶麻烦了 它从根本 像我们砍树一样 我叫你砍一棵树 你先把树上树叶一片一片拿掉 然后再把小枝剪掉 你看这个都啰嗦了 那个会砍的 从根锯下来不就完了 什么都解决了 金刚锦的办法是从根本上解决 不从之一 当之发大慈悲心 便是开辞的 一教发心 分别心 一容 无尽千笑 故令发五上菩提心 灭度所有众生 若无于涅槃 而失误众生的灭度 全今 不外发挥此意 并忘记为菩提心 指令向一念不深处 切入 这刚才讲了 从根本上 破障断护 而佛的这个方法 非常善巧 巧妙极了 这个方法 确确实实 我们能做得到 这方法虽然巧 我们做不到 那也等于灵 那佛也等于白说了 我们可以做得到 从哪里做起呢 从发大慈悲心 从这儿做起 佛门里头唱书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佛教给我们 发大慈悲心 慈悲上加一个大 这个大什么意思呢 清净平等的慈悲 就叫做大慈大悲 如果是有条件的慈悲 那就不能叫大慈悲 有条件 就不清净 不平等 这个人我喜欢他 对他慈悲 我讨厌他 就对他不慈悲了 这个不是大慈悲 所以佛法里面讲这个慈悲 有四种慈悲心 第一种 一般众生有的 叫爱缘慈悲 就是刚才讲的 我喜欢他 对他慈悲 不喜欢他 就没有慈悲了 这叫爱缘慈悲 完全是感情的 那么比这个高一级的 叫众生缘慈悲 我喜欢他的 我的家人 我把这个爱心扩大 所以叫博爱 我也能爱护一切众生 对一切众生都慈悲 这叫众生缘慈悲 比爱缘大多 菩萨的慈悲 开悟 开悟了 佛教给我们这么做 我就这样做 是对的了 一教奉行 叫法缘慈悲 如来古地上 叫大慈大悲 大慈悲 五缘的慈悲 没条件的 你看菩萨 法缘还是有条件的 因为闻到法了 我要遵到老师教界 一教风行 那还是有条件的 必须要做到五条件 没有条件 心清净 平整 没有分别 没有支柱 世尊在此 教我们法正心 这才叫从根本修 为什么呢 大慈悲 五条件 就跟清净心相应 就跟真乎本性相应 一下就从这下手 这个方法真是高明到基础 所以不若智慧 从这就生 从大慈悲心里面 生不若智慧 一教法新 世尊在本经教个教导我们 怎样法新 你就好好的学 你果然明白 果然学会了 分别心没有了 佛教我们立一切主相 母记没有了 四相啊 不离啊 自然就没有了 离相 恩是要离相 哦 那个好难 那个好不容易啊 不离没有了 这个方法妙了 经上教给我们这些方法 都是教你发心 像佛一样 佛发什么心呢 经上一开端 佛就说了 他发的是 灭度所有众生如物与涅槃 他发这个言 灭 灭妄想 灭烦恼 灭执着 灭这个 一切众生呢 都有妄想 都有烦恼 都有分别 都有执着 佛帮助一切众生 把这些妄想分别执着 统统把它灭掉 这是破障断火 而帮助一切众生呢 正如无于涅槃 无于涅槃 涅槃是不生 不灭 无于是究竟圆满 因为二臣人有涅槃 但是有余 古罗汉 披之佛 正涅槃了 他沉沙无名为断 这不是究竟 不是圆满 前面墙的祝福 纷阵祝福 从初诸到等救 等救菩萨还有一瓶身相无名为断 怀不是究竟圆 怀不是究竟圆满 那一瓶身相无名断了 那就究竟圆满了 无于了 你想想看 佛要帮助众生 要帮助众生到什么地步 要帮助他 这正究竟圆满的佛果 帮助他真的等救菩萨了 那还不够 我的责任义务还没尽到 一定要帮助众生成佛 像地藏菩萨所说 众生不成佛 我就不成佛 这样的大愿性 这才叫做大慈悲心 这才叫做修一切善法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告诉我们 一切善法是这个 值得这个 不是别的善法 修一切善 要利益一切相 而十五众生得谬度者 决定不执着 度众生的相 我能度 众生为我所度 我说种种佛法度 统统不执着 三轮提空 所以底下这一句 是利益一切相 上面这一句 是修一切善 这叫做大慈悲心 全金刚进 全金所说 不外乎 这两句 到最后 并忘记为菩提心 这是金刚进到下半部了 菩提心 这既非菩提心 菩提心 也不能执着 执着一个菩提心 那就不善了 那就没有理 理得不干净了 所以说 法上应谁 后宽非法 法要不要呢 法当然要 我们是凡夫 不要佛法怎么行 一定要依靠佛法 我们才能得度 要这个佛法了 但是不能执着佛法 就在要的时候 就不执着 这个高明 这才叫金刚不如 如果说 现在要的时候 我执着 到我过了活了 得度之后了 我再不要 再不执着了 那不是金刚不如 那是一般的大小乘佛法 过了活 全不要 金刚不如不舍 就在船上 就知道 船 我要利用它 得度 船 我就不执着 不说 我过了活 才不执着 当下就不执着 这叫从根本上破障 到 当下就不执着 主要晓得 当下就是清净性 当下就是平等性 这比一般见修的菩萨 高明太多了 直接了当 像一念不生出切 一念不生 就是无语的 可见得了 这个经典功用 地区车师 报告思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度 贪嗔痴 贪嗔痴 三度烦恼 这是我们在讲习当中 常常提起 一定要重视 我们这个身健康 不健康 为什么不健康呢 里面都是毒啊 我们的心坏了 心里头有毒啊 有贪嗔痴 三度啊 这四处世间 一切的毒都没有这个毒中啊 心坏掉了 身还能好吗 所以诸位看到现在这个社会 奇奇怪怪的病 很多很多啊 那些疾病的根源 从哪里来的呢 科学家 医学家在研究这个细菌 那个细菌 都不对啊 贪嗔痴 三度来的啊 这是真的 所以一定要认识清楚 要晓得这个病的严重性 佛法 常常比喻 佛菩萨 大一网啊 佛所说的一切法了 就是法药啊 端治 三度 重病 尤其是金刚波辱 特别有效 如果能把三度拔除了 我们就恢复到健康 健康的人叫佛 叫菩萨 不健康 不健康的人叫凡夫啊 不健康的人叫凡夫啊 所以佛法带给我们说 带给我们是健康啊 健康才长寿啊 长寿是无量寿啊 因为有三度 所以你才造业 造一切物业 造罪受苦 轮回六道 只要是在六道里面 必然是越迷越苦 越苦越迷 我们从无量级辗转到今天 冷静仔细去想一想 不难体会 我们在做每一位同修 都有非常深厚的善根 佛在金刚级上讲的 在无量寿经上讲的 为什么有这样深厚的善根 到今天还落得如此地步呢 虽然深深厚实实 修一切善 没有立项 这毛病在此地啊 没立项 没有立项啊 贪成痴 除不掉啊 我修一切善 为什么修善呢 为贪 这目的搞错了 佛教你修一切善 是断贪的 结果你弄错了 听说佛门呢 是以得万报啊 今天才能十一块钱呢 明天就会得一万块钱 回去 一本万利 把学佛当作生意来看待了 当作投资的性质来看待了 你看这不是大错特错吗 所以我们的三度啊 不但没减少啊 深深深深在增长 这怎么得了 所以才搞到今天这个状况 毕竟是善根深厚 所以在末发时期 乱世之中啊 我们还能遇到正法 还能遇到纯正之法 这个不能不说是 善根腹的因缘的深厚 若没有这个无量界的 善根腹的因缘 遇不到 遇到就是有机会 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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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佛 只要我们 能够把这个机会 抓住 决定 不放松 直到过去身中 学佛 错了 这一生 我们决定 不再做错事了 要把进这个 佛在经上 这些理论 搞清楚 方法 搞清楚 如理如法的 修训 我们才能得到正果 此地说爹 这是一般大众的状况 换一句话说 善根腹的博 的人 不能说他们有必要 逼我们博 遇到正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今云端坐念摄像 事命真忏悔 重罪若霜落 慧日能消除 这首基 是世尊在《法华经》上讲的 如何能够 忏处重罪 佛教给我们端坐念摄像 这个端坐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你一听到完 他跑去打坐了 那里完全是一文结义了 慈地讲的端坐念摄像 实实在在说 就是六祖大师在《谭经》上所讲的作禅 也就是本经最后开始的 修学念案句的总纲领 这两句话就是端坐念摄像 这个端啊 端正其心 不是身啊 身端坐就没用出来 心要端坐 心要端正 心里面没有妄想就端正 做是什么意思 做是不动 我们人在四位仪当中 就是四种姿势 姿态 行住坐物 走路是动的 站在那个地方虽然不动 不穩的 躺在那个地方虽然不动不装眼 躺着还会滚着翻身 坐在这个地方 这个像是个不动的像 所以就却坐 不是叫你真坐 身坐有什么用 心里头不动 也就是我们六根借出外面境界 眼尽色而闻身 六根借出境界 心里头如如不动 这叫做 所以做是这个意思 端坐是这个假法 这就是摄像 摄像是真心 真心里面没有妄念 有念就不是摄像 千万不要误会 端坐念摄像 是老老实实在那做的念金干净 以为这个叫端坐念摄像 这个错了 那是一文结义 三世佛约 三世佛都喊冤枉 你把佛的意思解错了 这一句话真正的意思 在一切实一切出顺利 境界当中都能够不起心不动念 如如不动 这才叫端坐念摄像 这才叫端坐念摄像 第一年 第一年就是摄像 第二年就变了 住佛菩萨就是能够永恒保持第一年 我们凡夫保持不住 第二年里面就有分别执着妄想 那就不是摄像 利益且分别执着妄想 那是摄像 这叫真忏悔 重罪热伤路 霜跟露水 我们都想着 存在的时间很短暂 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 我们无量节来 造作极重之罪 只要般若智慧现前了 这些罪业都没有了 这是指佛说的是真话 为什么这些罪业都没有呢 金刚经常讲得很清楚 凡所有相见是絮望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无量节所造的罪业 也是梦幻泡影 折了就没有了 但是不折 在三图六道里头 确定有果报 没有办法避免 这是主要 必须要知道 换句话说 你只要有念 有我 有人 只要有四相 善无果报 你就得要受 四相没有了 这个就没有了 那个苦报 我没有了 谁说 没得受的了 只要有我 你就够受的 有得受的了 所以你就想想这个 我向我见 不能不舍 不能不离 不离 不离就是三阶六道 不错 没有能力 没有能力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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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四十 所以如果没有 净土法门 没有代业往生 说个老老实实一句话 末法时期 没有一个人能出三阶 没有一个人能有成就 无论你修 无论你修修什么法 你一样不离四相 就不能成就 顶多修一点三阶的 有露佛报而已 除此之外 你还能有什么成就 这幸亏 有一个代业往生的法门 阿弥陀佛大慈大悲 到了极处 受方诸佛如来 诸大菩萨 没有一个不劝我们求生基督 道理就在此地 诸佛菩萨的运行 都是希望我们早一天成佛道 早一天脱离轮回 脱离苦海 可是想想着 只有阿弥陀佛这个法门 能做得到吗 诸佛菩萨跟凡夫不一样 凡夫有分别 有执着情界 都佛菩萨都是圆满智慧 没有一丝毫的私心 统统统的方法门 通通劝你到极洛世界去 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本事 祂没有叫我们念祂的名号 祂叫我们念阿弥陀佛 祂叫我们求生西方净土 我们能够依教奉行 才是释迦牟尼佛的好学生 这个要知道 可是环游一些众生感情很重 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本事 我怎么可以离开他到极乐世界去呢 不但在家人有执着 还有很多出家人有这个执着 那我都遇到过这样 他们还劝我不要念阿弥陀佛 不要求生西方世界 要念南无本事释迦牟尼佛 这个误会就很深 谢谢大家